你听说过冰上也有高速公路吗 在加拿大北部就有一条约450公里的冰上高速 高速路面就是湖上厚厚的冰层 那么你知道在上面行驶又有多危险吗 首先速度不能太快 否则会形成压力波导致冰层破碎 坠进冰湖 更不能开太慢 因为冰层负荷不了整车的重量 你一样会坠进冰湖 在这上面开车一定要有丰富的驾驶经验 和相当熟练的维修技巧 因为一旦遇到问题 必须要迅速解决 迈克和他弟弟科迪就是一个相当有实力的组合 但弟弟在战场上受伤得了失语症 平时不爱说话 因此老是被公司里的人欺负 这次正好被迈克撞个正着 但因为这件事两人双双被开除 看着别人开车赚钱 科迪说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拥有一台属于他们的车 但一台车要20万 他们根本拿不出来 然而赚钱的机会很快来了 北部钻石矿场发生爆炸 急需兵录司机运送救援机械 两人凭着过硬的实力和高超的技术 很快征服了运输老板老黑 但事情也没有他们想象的简单 首先矿难的发生其实并不是天灾 而是高管为了业绩 收买矿工私自关闭了传感器 出事后工人通过敲击管道 告知他们还有26人活着 为了灭口掩盖事实 高管又勾结了保险业务员 前往阻止救援机械送达 其次 那个货物重量就超过了30吨 再加上现在正是4月熔冰季节 危险系数相当高 为了保险起见 他们拍出了三辆货柜车同行 每辆车都装着相同的机械 就算是只到一辆 也能确保顺利完成救援 另外的两辆分别有老黑和小单驾驶 保险业务员范尼随行 接着几人都在车上放了一个小人 这可不是为了装饰 而是用来检测冰面压力波的 很快他们进入冰面路段 由于白天气温偏高 冰面上融化了不少冰水 路面变得异常湿滑 但三辆车还是保持一定距离 匀速行驶着 然而不久后 老黑的车水温突然升高 很快就爬窝了 哥迪赶紧去维修 老黑挂上牵引声 准备把车拖着走 但由于太过专注 没注意到脚下已经套进了钢篮里 就在这时 冰层承受不了重量 后轮慢慢陷进了冰壶 车辆拉着懒声把老黑死死套住 老黑设了几下 但凭人力根本别想解开 随后整个车身开始坠入壶中 老黑的腿直接被拉断 随着前面的两辆车一起 被慢慢拉向冰铺 这样下去不但老黑要没命 连带着前面两辆车全都要交代在这里 小丹见状使劲踩着油门 想要阻止车子后退 但冰面太滑 轮子只是空转 老黑让小丹割断绳索 几人来不及悲伤 因为危险才刚刚开始 两辆大货车停在冰壶上 脚下的冰层正在迅速裂开 几人来不及解开前引绳 只能赶紧启动车辆向前逃跑 冰层裂缝一直向前蔓延 速度竟然比他们还要快 迈克也不管会不会引起压力波了 只能抢踩油门 然而一抬眼 前方冰面像波浪一样起起伏伏 小人更是疯狂抖动 不是压力波还能是什么 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前方突然出现淤泥层 也就是融化的碎冰茶 车辆一开到上面就马上发射了甩尾 两车手尾相连 像蛇一样在冰上滑行 两人拼命控制 但都无济于事 很快就发生了侧翻 冰层裂缝紧随而至 眼看就要完蛋了 可聂文到了眼前 却正好停止了 大家都长出了一口气 而这时范妮却开始作妖了 他告诉迈克自己 看见小丹对老黑的车动了手脚 他很可能也想干掉你们 独吞运沸 迈克质问小丹 小丹辩驳道 他根本不是为了钱 因为他哥哥就被困在框下 但没得到证实之前 迈克根本不相信 小丹没时间跟他们在这里撤 直接掏出了手箱 哥迪从后边一把夺过了手箱 把小丹绑了起来 随后两人用牵引脚盘扶正了卡车 就在两人进入集装箱 查看货物的时候 范妮趁机把两人锁在了里面 竟然这才知道 原来这一切都是范妮搞的鬼 范妮点燃一捆炸药放在了迈克的车下 然后一拳打晕小丹 带着他去伪造下一个意外 车里的迈克两人用钢管使劲撞掉车里的空调 然后爬出去把炸药丢向远处 已经走远的范妮看到爆炸的火光甚是满意 迈克则非常愤怒 是要找到范妮算账 范妮很快跟高管碰了面 高管让他把车开到高处 伪造成车辆失控的现场 一切就结束了 很快范妮把车开上了半坡 刚把小丹弄醒 小丹抓住机会一灭火气 就把范妮打出了车外 然后两下砸断手上的捆绑 启动车辆快速逃离现场 范妮不罢休 抓住货车 愣是咬牙拔掉了油管 然后开着车一直跟在后边 很快小丹的油箱就见底了 他只能掏出手枪跟范妮枪持着 面对油枪的小丹 范妮也不主动出击 因为他知道再有两个小时 框井下的人就会耗尽氧气 但这时 一间鸣笛声传来 正是迈克两人驾驶的车 迈克直接一脚油门 把范妮连人带车撞下了悬崖 最后跟小丹道了歉 而范妮并没有领和范 只见他从车里拿出一箱炸药 骑车来到了山坡顶上 向下看了看确定了方向 然后在雪里挖了个坑 埋下了炸药 只听一声巨响 数十万吨积雪 夹杂着无数巨石和树枝狂涌而下 正在加油的迈克 几人看到雪崩来袭 招呼众人猛踩油门就向前逃离 然而跟在后面的小丹却遭了殃 车子直接被巨大的冲击力冲到了悬崖边 小丹更是被大雪带来的树枝刺穿了胸口 但好在没有伤及要害 迈克两人赶紧过来营救 趁树枝不注意一下拔了出来 随后把拖挂也转移到了迈克的车上 但没走多久 科迪就发现范妮开着小丹的车头出现在了后面 迈克凭借高超的技术左右飘移 防止范妮超上来 但很快这一招就不灵了 因为前面就是宽阔的冰上高速公路 范妮直接对着拖挂就撞 撞到货车左右滑动 没办法路面太宽 想躲也躲不了 这样下去根本不是办法 迈克让科迪开车自己翻到了外面 趁着范妮撞过来 直接爬上了他的车 随后两人你一拳我一拳开始了缠斗 迈克很快占据驾驶位 把范妮推了出去 随后一脚油门直接踩到底 便迅速跳下了车 范妮想要逃跑 但已经来不及 另一边科迪开着车来到最后一座吊桥 但桥的最大负荷只有34吨 显然有点勉强 小达很有经验 自告奋勇来驾驶 但行驶到吊桥上拨处时 车轮就开始大化 科迪急忙放下防滑电 车子一点一点前进 但长时间的停留 让钢篮承受力超过了极限 已经开始发生断裂 就在桥即将坍塌的最后时刻 车辆安全通过 然而危险并没有解除 此时货车开始向后滑动 为了阻止车辆掉下悬崖 科迪急忙关上铁门 但关键时刻却怎么也锁不上 车子离他越来越近 最终在他锁上门的那一刻 狠狠压在了他身上 等到车子挪开 科迪已经没救了 迈克赶来看到弟弟的模样 这个几十岁的老男人 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矿场那边 领导过来视察救援 高管贾欣欣的应付领导 说预送救援机械的车 已经失联十几个小时了 他们也无能为力 但就在这时 迈克的车开到了矿场 工人赶紧拉响警报 引导卡车进场 高管这边看到车辆到达 一脸的难以置信 很快救援机械到位 救援顺利展开 不久后 一个个工人被救了出来 一个都没有死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 小蛋也跟哥哥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出来的工人跟视察的领导 揭发了高管的所作所为 迈克更是一拳将他打翻在地 这是一个工作人员 突然拿给迈克一样东西 说是从他弟弟尸体上找到的 他打开一看 正是被自己撕掉后 又被弟弟斩起来的 货柜车宣传单 为了完成弟弟的遗愿 迈克买下了一辆 宣传册上的货柜车 至此电影结束 我是蜜瓜 下期更精彩